歡迎來到我們日本的別宿 真的很棒耶 真的好漂亮喔 哇! 這整面的大玻璃 不會吧! 我們這裡面自己有露天溫泉 好舒服喔! 再見啦! 太享受了啦 我們已經進來飯店的房間六樓這邊 這是我們今天晚上要住的 六百號 慕之地在Kino 邸宅 這邊的四樓跟六樓都是VIP房 那我們今天晚上要住的是這邊喔 我們先敲一下門 歡迎來到我們日本的別宿 還有管家就對了 哇! 你看喔! 我們一進來就有一個很酷的 像庭院一樣 裡面有一個屋中屋的感覺耶 一進來就很驚訝 真的很棒耶! 真的好漂亮喔! 真的很漂亮 好豪華! 我只能說菜豪華 你看! 對! 他們怎麼對我們這麼好 真的是非常感謝雙夜飯店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進來放行李了 然後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的造景 真的做得很有氣氛很美 這進來是這樣子的 還有一個門 就有點像是一個宅底 從宅底進去 家裡的感覺 嗯! 很棒耶! 然後進來 又有一個獨立的玄關 然後你看它這邊也有做一個屋簷 真的像是一個屋中屋的感覺 有沒有? 這邊還有一個房子 進來的D間 這個馬桶間 好大好寬敞喔 看著很舒服耶 然後過來之後 我們介紹這邊的金木宅子 今晚的家 哇! 超級大間的! 榻榻米間這樣寬敞 很適合兩個家庭來入住 好!來! 我們要看一下最厲害的 3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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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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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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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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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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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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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幣200多块 嗯 这样很便宜啊 其实如果说以度假村来讲的话 它这料理实在是不贵 然后他们也有这种炸虾 米大利面都是 这个是700块 嗯 这边也都才700 600 酒类 酒类超级丰富 然后后面这边也有冷酒 嗯 然后他们做得很清楚的是 他连这附近有哪些 景点啊 就是搭海上是一个酒厂 嗯 对 然后还有新干线的时间表 他们最后面的管内28支汤 因为我们温泉里面是没有办法拍摄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给大家看他们的照片 哇 很漂亮耶 你看他这个 你看这个三支汤就有不同的池哦 这白天的话是风景太美的 露天的汤屋 嗯 你看他们的lounge 他们的lounge很漂亮 他这个也是一个超级大落地窗 嗯 看我们这样整桌 好夸张哦 哈哈 这样看起来好多数字 哇 满满的 我们吃完了 吃得超级饱了 回来饭店了 看一下这后面很漂亮 后面开灯哦 哇哦 哇哦 哦 这边还有游乐设施 哈哈 有赛车 有夾娃娃耶 我们回到了我们的房间 我刚发现一件事 可以曬衣服 對 我剛剛一直以為它是什麼 它是加熱的那個曬衣服的 掛毛巾還是幹嘛的 結果 對對對 它可以曬衣服加熱的 很酷 然後你這邊打開之後 你可以加熱 你的 可能滑雪褲啊 或者是一些衣物濕掉的話 你可以掛在這邊加熱 然後它也一樣會 讓房間是溫暖的 啊~~ 哇~~ 舒服喔 這邊啊 你看它這個 一直在流動的 純粒的門推出去 哇~~好溫暖 那是我的身體好溫暖 哈哈哈哈 哇~~ 然後晚上就是這樣 露天的泡溫泉 哇~~ 太享受了啦 哇~~ 哇~~ 我們泡完了~~ 舒不舒服 耶~~ 很舒服耶 然後它的水其實也蠻乾淨的 然後我們要先睡覺 明天再介紹 早餐 早餐 我都沒有眉毛 OMG 我要幫你打 耶~~ 我們起床囉 給大家看一下窗外風景 真的是超級漂亮 哇~~ 眼前這一片美景真的是無價的 早安啊 哇那裡有動物的腳印 有動物 不知道是什麼動物爬出來的 這個腳印有沒有看到嗎 這邊真的都好多野生動物喔 這邊真的都好多野生動物喔 去看一下早餐要吃什麼唷 然後他們也是有準備手套 然後拿這種餐盤也可以 我們裝的早餐 早餐太豐富了吧 妞妞裝這樣子 好多青菜 還有蛋糕 好多青菜 那早餐很豐富 嗯 我曾經吃完早餐 然後現在又準備出發去滑雪了 然後昨天我睡覺 我覺得床也是蠻好睡 而且它有三種枕頭可以做選擇 那整個環境我覺得 我沒有去大漁場啦 不過Anson有去 所以說他的大漁場就是 有不同的個人缸 它上面有些是有藥池 但是我覺得 來這邊度假飯店來講 它算是用的蠻有 古色古生 蠻有高質感的 那主要最無價的就是這個雪景 這個雪景真的很棒 我們這個房間真的太棒了 住在這裡發呆都覺得一種享受啦 對 然後它這個房間 如果是以人頭來算的話 一個人的話是五萬八日低 對 如果說 以我們三個人的話 將近快十八萬 所以其實也不便宜 但是我覺得 可能一生中可以來個一次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體驗看看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對自己好一點 那或者是說有時候會有一個 留下一個美好回憶的地方 我覺得這地方是個蠻值得來的 真的是很美 對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來 然後你如果來滑雪 我也很推薦 清達雪劇 他們那邊可以指導你穿鞋子 還有指導你去選一些東西 沒錯 而且主要是像我們是台灣人嘛 常常你都在國外很怕遇到語言不通 然後也沒有人教你這件事情 如果來日本玩 你第一次滑雪 那我覺得語言上溝通是很重要 剛好他們這邊都是台灣人 離車站右近在湯州走出來 車站右轉每多一個都到了 那如果說你們可以一起 可能有一些大家一個家族啊 一起請教練 然後來上個課 學習一下如何滑雪 往後你的對滑雪這種東西 就會更有興趣 像清達雪區他們也可以幫你聯絡 或是安排教練 都是台灣人 好啦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 也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因為你們還在換衣服 還要去滑雪啦 好啦 所以就由我們做結尾啦 那記得追蹤我們更多 NuNu跟Nu媽 他們在日本的留學生活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一支滑雪影片 大家記得去看喔 想要了解更多清達雪劇的人 可以去清達雪劇另外一支影片觀看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我是喜歡醜醜的娃娃 他是喜歡醜醜的娃娃 越醜越喜歡 越醜越喜歡 細菌人 有點像 太後面了 每個片子 真的像衣服畫一樣